俄军这样子连番的这些狂轰猛炸 对于地下要碉堡的入口 是不是只有皮毛的损伤而已 真正你要攻进去 恐怕都还有非常大的困难性跟挑战性 来问问怎么看 昨天这样的一个狂轰猛炸 对于这个乌军来讲 亚素营其实是非常的紧张 他们的指挥官竟然还能够发出通讯说 俄军虽然已经攻入工厂 双方还爆发激烈血战 但是俄国还是没有控制马利波 我们持续在坚守当中 怎么看这样最新情况 因为四月初泽伦斯就说 他每一天会跟马利波的守军 通讯一次到两次 一直到进入亚素甘铁厂的地下掩体之后 我们看到有影像 有画面 有联系 还可以告诉他说 现在俄罗斯告诉你的人道走廊是骗人的 还可以分享情资 所以可见在亚素甘铁厂里面 他们准备的东西 还有目前的状况 很艰困 但是应该比俄军想象的好很多 他还能联系 对 联系完他还在 亚素甘铁厂今天最经典的画面就这个 对 就是这个画面 对 那这个画面呢 大家看到这样大规模的轰炸 我坦白告诉你 没效了 没效 为什么没有效呢 因为那个视觉效果大会想说 亚素甘铁厂是不是惨了 这地面上是两个中和室或一个一个大安区这么大的范围 然后上面钢铁厂能炸平了早就炸平了 那这样的轰炸对地下有没有影响 我只告诉你 这个从旧苏联时期 亚素甘铁厂的地下碉堡 就是建立在对抗什么呢 对抗核生化攻击 核子武器攻击都未必能杀扰他们了 你以为这样轰炸有用 第二个 在地下呢 经过今年累月 包含乌克兰时期 包含2014年顿巴斯州跟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这十年来 地下碉堡的整建 已经跟原来苏联掌握的地图长得不一样了 地下绵延24公里 出口有水面下的水面上的 南边紧接着亚素海 西北侧紧临着河口 所以他有很多的出口 所以当你要攻进去这里的时候 你很怕进的去出不来 前几天不是有十个俄罗斯 然后先派五个进去 那五个到今天还没有出来 就阵亡了 就被打死了 所以你进去不一定出得来 是很难打 然后呢 现在目前双方的兵力呢 的状态是 据俄罗斯这边的情报显示 目前 这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 目前在马力波 亚素钢铁厂的活动的俄军 就猛攻的俄军 有两个BTG 两个营级战斗群 那营级战斗群呢 战术群呢 大概是 两千人左右 那原来在围攻 马力波的单位 有十个BTG 就一万人 往马力波的西北侧 移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叫做大诺西尔卡 大诺西尔卡呢 移到那边就停下来了 可能在整补 那个方向指向哪里呢 这一万个 从马力波腾出手的俄军呢 指向的是扎波罗尔 所以我们如果 宏观来看 就是马力波当时 牵制住一万多到两万的俄军 目前有一万个俄军 也就是俄军的主力 十个BTG 正移往西北方 要攻往扎波罗勒的途中 所以下一个大战 地面战争 就是轰炸以外的 地面的接触战争 大概就会在扎波罗勒发生 那留下来的两个营级战斗团呢 在进行肃清的动作 好了 那现在出现一个 一个叛徒啊 这个叛徒呢 应该是经过证实 我在猜啦 乌克兰呢 也知道是谁 因为是由内政部长的顾问 内政部长顾问呢 他把他公布出来 他这一个格拉森科 他公布出来说 因为这个叛徒带路 揭露了他们的秘密通道 俄军就从这边攻进去 他说是一个钢铁厂 以前的电工 一个工人 我的看法也是 这个电工带路 有影响 但影响有限 因为那个全貌范围太大了 也就是说他这个 告密到什么程度 他提供给俄军 什么样的路线跟通道 就像我现在把地图 都给中将了 叫你带两千人打进去 你怎么打 里面的防御工事 鬼雷 地雷 而且你的人 就算比他多 你进到通道里面 他通道是可以跑坦克车的 从宽管的通道 慢慢进到下面一层两层 进到狭小的通道的时候 你人再多 相对于守军 你都是少数 所以没有那么好打 或是说那个电工 知不知道现在 亚述营的这个部署 是怎么样的情况 应该不知道 这个电工是多久以前的消息 对 是这一次 有一说啦 这一次人道救援 撤出来里面的人 那他就会知道 比较新的状况 对 还是之前在亚述钢铁厂的电工 那他知道状况 就是战争 战争前 那情资就会有点过时了 那过时的时候 你泄露的情资 搞不好成了 这一个俄罗斯军队的催命符 你进去都要互戏 就是一个 另外呢 根据盾内刺客 也就是亲俄罗斯的民兵 他们的发言人 他出来讲 这个发言人叫巴苏林 巴苏林说 在里面有北约的军人 对 就是那个什么高级将领 不只哦 高级将领是加拿大的 是 他说里面有一群 不是一个哦 一群北约的军人 所以他们想要去打进去 杀了也好 俘虏也好 那另外呢 他也点出说 搞不好西方盟军会有秘密行动 来救这一群北约的军人 对 那这群北约的军人 如果你在搭配之前 克里姆林宫 说要抓那个 要抓英国的SAS 英国的空中 这个特勤团 的特种部队 是不是同一群我不知道 但这个是来自于巴苏林 巴苏林是长期以来 在对这个地方作战的 顿内斯克民兵的指挥官 然后另外呢 应该讲到那一个 那个中将 加拿大的嘛 中将 对 因为今天有传出说 他被俄军抓到了 他叫卡迪俄 那卡迪俄这个中将 是退役中将 跟他退役的时间很有趣 他是4月21号 没多久呢 上两个礼拜二 加拿大承认 对 我们有一个中将 是加拿大陆军总司令 不小 他是加拿大陆军司令 然后这个陆军司令 他说他是4月7号 上轨的这里退役 自己暴退 然后跑到了乌克兰 去当志愿军 他是志愿去 对 帮乌克兰打仗 你看4月7号退 4月21号 加拿大承认 所以有人说 他是被退役 这到底是现役还退役 就算是退的 也是稍等 刚退 刚从加拿大陆军司令的位置 退下来 那很高阶 那这么高阶的中将 进到了马力波 协助调度 所以你想想看 在部队里面 一个中将在那里 身边不可能没有兵 所以他那边有一群 北约的军人 我就相信 因为这个卡迪二 是加拿大承认在那里 而卡迪二中将 一个中将带着一群 特战的或北约的人 是相当有可能 而这位中将目前 这个有消息显示说 他被俄罗斯的部队抓到了 有还没有 目前没有办法证实 最近的行动 你要组合起来 乌克兰有那个一个富豪 不是组了一个车队 冲往马力波 要去做人道救援 现在停在马力波城外面 那这里面显示就是说 有很多的救援行动在进行 那再来俄罗斯 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要讲那个军力 俄罗斯守在马力波的军力 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他有十个BTG 要去打扎波罗勒 现在 今天美国国王部 正式说 现在在亚述钢铁场活动的单位 剩两个BTG 两千人 两千斤军力 那你知道亚述钢铁场里面的亚述营 36乌克兰海军陆战旅 还有边境国防军有多少人 一千到两千之间 也是一两千人 对啊 三个 差不多十多天前 亚述营跟海陆旅的人 不是在过河跑到了码头 救了五百个商兵 救了五百个边防军 就是他们的国土防御队的人 再救回亚述钢铁场 这十三个单位加起来 哼不浪当也一千多 一千多 有战争经验 守在很难攻的碉堡 你的地面上是两个BTG 想要攻进去 我坦白讲 俄罗斯除非用 不人道的非法的武器 比方说像毒气 否则要快速的拿下 亚述钢铁场 没有那么容易 纵使出了内经也没有那么容易 那五月九号 如果真的要在那边办阅兵的话 你阅兵 要不要越到一半 有人杀出来的话 那就是 反而对俄军非常危险 那就很难看 所以亚述钢铁场这里面 我们把它整个综合 里面有没有北约的军人 如果有 又有一个加拿大刚退下来的 陆军司令 中将 那欧盟或北约 或者美加的军方 要不要去救这一群人 然后当地的守军 俄军 两千个人 那个口袋收不拢 所以才让那些富豪 还可以开车队 去旁边要救人 然后再当在地的守军 还可以维持通讯 所以在马力波 我觉得我们要关注 这样分一下 应该没有状况那么糟糕 未来的三天 或说被俄军攻陷 应该没有到这种程度 应该会有激烈的 非常激烈的双方的交火 也就是谁打谁 还很难讲 谢谢大家